大家好,我是纳兰小宝 我是为了那个 就是探访 219那个国道 我把房车放在了昆明 然后骑摩托车带帐篷出来的 这两天老有车友资讯我 说你骑摩托车带帐篷,都带什么东西 正好今天这块有地方 为大家一一讲讲我这些东西 然后呢,有时候买这个户外用品 我这玩户外好多年了 也是走了不少坑 这都是经验,都是拿钱堆出来的 这都是花了好钱慢慢 然后这个帐篷就别给大家介绍了 帐篷那个买 买好的,买贵的,就买那个 两根棍横着搭的,就是你看我这是驴杆 两根棍横着搭的,不要 你记住了,你出来玩,你不要买什么 一拉的一拽的,那都不可靠,弄弄就坏 我家里好几顶那样的呢 所以说呢,就买帐篷,买最简单的买个 七八百块钱的那个,那个一二百 那个,你就省盛心吧 然后呢,这个是一个睡袋 这个睡袋呢,不是 不是,这是一个水袋,装水的 水袋,放了水一折就跟一张纸 似的,非常方便 那个,这是睡袋,这两罐啤酒是 昨天我没喝完呢,然后我磨驴啊 这次是带了个汽油炉 汽油炉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因为你磨驴嘛 如果你床车或者房车 没必要带这个啊,如果你磨子车旅行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因为磨子车 我们带汽油就非常方便 到那些,这个一升汽油 小火能招八个小时 大火能四个多小时没问题 又经济又实用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抵御热 就是刚点那会儿不太好点 然后我用了这个,我用它给它加热 点,点完了直接就打热 要没它呢,反正就是热得慢点 火燎的糊燎,火燎的不太好 在外头,但是有它就没问题 然后我有这个户外的用的这个烧水壶 只要走出忘带了,这是在那个哪儿 又买了一个,在那个宁耳 然后这个是个暖壶,这个暖壶非常好 大概两升多 然后这个是户外用的锅具 里头有一套,一个炒勺 一个小锅,一个大锅 就是这个,这个是挡风板 这是我的调料包 就里头各种调料 这是大米 然后油盐酱醋 这个是个小高压锅 这个高压锅是两升的吧 然后这个是食材吧 做饭的,就这套东西 就一个人俩人的 全都能整熟了,都能弄好了 做饭的一套 然后再给你介绍 这些东西 这个是帐篷绳 然后这个是补胎的,摩托车补胎的 这个是个气管子 这出门啊,一定 这种床车或者是自驾 自行车,一定要带个吹风机 因为你有时候晚上湿了 然后那个睡袋潮了 你到那个住宿的地方 有的住宿条件不好 然后你直接拿它 带着你这个睡袋 带着你的睡袋 拿着你睡袋 然后把睡袋 用这个吹风机一吹 里头非常干爽 然后往那个床上一搶 反正它那个行李干净不干净 你也不盖 你直接往上一套 然后这牙具夸呼叩 那个是个急救包 这个一定要带啊 我这个摩托车没有那个啥 没有那个脚起 就是那棍起啊 所以说 用了两回了 就是它是应急启动电源 这个一定要买一个带上 就是你车晚上打不着了 用它直接啥 直接就可以把车打着了 然后这个手电眼镜 这些这些是直播的这些电器啊 这手套 而且你骑行啊 一定要带和爽身粉 要不你这大腿里子不舒服非常的 这是我一个随身包 这个是个脚的 就是下雨脚带的鞋套 然后这个是个雨衣 这一直没下雨 然后这俩是我换洗的衣服 里头都还有一部分换洗的衣服 我要拿 然后那个是骑行服的裤子 头盔 那个上衣我穿着呢 然后你看 这个是睡袋 这睡袋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我这个是羽绒的非常好 那个零下四五度也能用 然后这个是个自充电 自充电你就不用打气 你到时候把这个一打开 一按 刺就出来了 把它打开 然后你等着啥时候 你把指甲往后一拧它就可以了 这个挺方便的 然后这个是个防潮垫 防潮垫 那个是打帐篷底垫 那个底下的 就是防脏的吧 防着帐篷底下的 那是第一层 第二层 然后那第三层 然后睡在那里 然后呢出门一带一个公饼 这公饼呢 一个是你看今天吧 这个是是啥 是那个 我这些所有的 我这些套吧 我还挺喜欢吃酸菜 带了一袋酸菜 嘿嘿嘿 这个公饼窍啊 一个是呢 你晚上你在其他地方搭帐篷的时候呢 你要是有水的地方 挖一堆雪水沟 你帐篷不至于下雨 你不至于帐篷里头湿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你在野外 你比如说这野外 根本你没厕所 你上大号的时候 你挖了坑 然后上完厕所 你把它印埋 这也是比较讲究嘛 这就是我 那个小摩托车带的 所有的东西吧 就是说 做饭这些东西 主要在这箱子里 这箱子是个移动的 直接能拿下来 然后呢 这个出来玩儿啊 其实越简单越好 我这些东西 就是满足了 住宿 满足了吃饭 这小菜板 这就是 买帐篷 买好的 买贵的 买睡袋 买贵的 便宜的东西别买 可以说那便宜的东西 我加一些那么多 都是当时突兑便宜啊 然后这个 这个防水包是80升的 等这个 基本上这些东西 都装在那个防水包里头 然后那个做饭的东西 基本上都装在小箱里头 反正就是 就这么个机 就是这么个节奏啊 呃 出来三五天呢 住一回 找一个宾馆啊 找啥 住洗洗澡 然后这有好的地方呢 就露营 没好的地方就住宾馆 住小酒店什么的 都都无所谓 然后这是呢 木通禅 呃 然后我那个就是 走这个219呢 就从这出发 呃 原来定的是昆明出发 昨天来这跟着老板聊聊 老板给我做个全程赞助 呃 赞助那个就是走 重走叉马古道 这个老板也是 特别是个文化人 宣传宣传那个茶马古道 因为茶马古道过去就是 蕴茶蕴盐的 好嘞 就说这么多吧 白白了白白了 然后我是今天到西川满纳 从西川满纳 然后就右转 就奔着西蒙孟连 然后奔着219国道 就一直到西藏界 从西藏界 然后再反到318上 从318转到214上 走颠荡线再回来 就是主要是探探路 为下一步出行探探路 好嘞 想问什么就留言吧 白白了 白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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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